当阳火车站 看这个火车站多冷清 都没有人 我在火车站对面吃个饭 一个月租金2500 那你这一天也赚不到多少钱是吧 就是这么什么钱啊 你又真的买多少钱啊 它关键没有人流量你看 正对面就是火车站 我早上来给你照顾一下生意 中午又来照顾一下 没有人 菜品还不算丰富 因为生意不好 生意难做 当阳站它也是湖北省内县级市当中 最大的一个火车站 最早的这个站就是 交支铁路 就是河南的交座 到湖北的浙江的一条铁路 后来就把它延伸了 延伸到柳州 就改成了交流铁路 这个站还是蛮大的 不过我离它稍有一点远 隔了一条大马路 湖北省内县级市当中最大的一个 好你来吃吧 已经做好了 我炒了一个素菜 青菜 我只能吃青菜了 肉我吃不起 我说你吃不起 你要费 这一份菜多少钱呢老板 一百块钱 一百啊 对啊 哎呀你要吓死我呀 对啊 一百块钱了 今天不把这个哥哥哥 在一起怎么办呢 我这个钱一百块 对啊 这真是火车站 你看对面就是火车站 你哭了就是要费 你不哭了 这老板让我哭 他今天就给我免单了 你哭了就费了 嗯 开玩笑的 没有那么贵 只要十块钱 嗯 老板人还是蛮不错的 因为我早上在这吃过 你抱歉我不会坑点的 做生意了些 没生意怎么来坑人呢 坑点我要包不了财 你要费不了十是不是 对我知道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对 对